意外现场还发生在苗栗的苑里镇 有一名18岁郭庆骑士 跟另外一名女骑士在路口发生碰撞意外 其中一辆机车还直接飞越过水沟 索性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来看看这样的画面 有时尚化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 突然间连人带车就摔到大约两公尺深的草丛当中 男子连人带车倒握在草丛内 表情痛苦 看起来摔得不轻 附近民众发现男子围络的呼救生 纹身找人才在草丛内发现他 由于男子衰落地点距离路面约有两公尺深 民众赶紧找来旅梯才将人顺利救起 还好他没有大碍 不愿意就医 镜头转到苗栗 18岁的郭庆机车骑士倒握在地上 留下一大片的血迹 救护人员初步包扎后紧急将他送医治疗 另一名36岁的邱庆女骑士则是坐在地上 机车喷飞越过水沟 倒在重划区的农田里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15号上午7点多 地点就在苗栗院里 这里因为农地重划的关系 道路相当笔直 不过却也因此车祸不断 警方表示双方都没有喝酒送医后 没有生命违宪 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及责任归属 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